去年底就有爆料称林志玲11月与马来西亚被报约会延程序后急传出二人复合 最近坦诚恢复联系 而林志玲接着出席节目时也坦言对婚姻有憧憬 言语之间希望找到一个心灵相通的另一半 双方都说再次联系上了 需要时间空间 可是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给了这么多时间和空间 两人依然为直面恋情 被问什么时候才会公布恋情 12月份林志玲在某活动中委婉的说 还没想过看当时心情 这究竟是复合了还是没复合 2月22号林志玲的恩师洪伟明出席公司开工仪式 在仪式上洪伟明表示 春节期间林志玲曾发短信给她拜年 而林志玲因生病取消电影西游剧之女儿国宣传的事情 洪伟明透露林志玲的身体正在恢复中 接着记者向洪伟明佐证 林志玲与颜程序隐婚怀孕的传闻 洪伟明尴尬地笑着回答 不方便提她回答 然后转移话题 问记者有没有不是林志玲的问题 对于洪伟明的回答 记者们也摸不着头脑 但也无法继续深究打探 只能期盼林志玲心情好了的时候能公布一切